金華城案當中 儘管查出有人涉嫌收賄很行賄 不過最後能讓土地融資率 達到840% 拍板地愛的人就是柯文哲 簡連當然不會放過 這最後一塊拼圖 簡連大動作辦了柯文哲 將他以貪污土利罪 以被告身分約談 罪那原因就是有人咬出柯文哲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話想說 要想說嗎 你會覺得委屈嗎 他慢著 小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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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月12號 前台北市副市長彭正生被約談 說自己是被柯文哲交辦 要求組成專案小組會議 而且認為金華城 使用的都市更新條例 其實不妥 因此拒簽公文 決策中柯文哲親下指導期 一次交辦兩次親簽公文 三次會議指示 讓融機率達到史上最高 起初市府態度堅持 只給560%的融機率 卻突然同意標高到840% 其中一份公文直接寫著 奉交下 是否柯文哲利用職權 上對下成為涉案關鍵 簡連分析金流查出異常交易 維京集團主席審慶金 也是因改建融機率受阻 行賄4740萬 早上市議員應小威遊說 利用便當會提出成型 在私下對公務員施壓 達到目標 金華城案風暴擴大 被告除了遭羈押的 應小威和選慶金 還有交保出去的助理 男友王尊坎 以及金華城董事長陳玉坤 是否有人咬出柯文哲 讓檢方掌握證據 火速約談 這千萬款項 有沒有進到柯文哲口袋 答案即將揭曉 東森圈盧品的姚亭 台北報導